来看在高雄港69号码头传出货柜车问奖开枪伤人 因为不满同行送货时插队 双方起了口角互呛 离近男子看对方人多势众 竟然就亮枪集中对方一人之后逃逸 一天之内他躲到台中又逃回高雄 最后在住家附近被警方包围 他还企图冲撞远警拒捕 最后被警方连开两枪制服 嫌犯双手被远警扣住 这下插翅南飞 而一旁这一台黑色轿车 就是他驾驶的车辆 车内藏了一把手枪30颗子弹 在被逮捕之前 他可是顽皮的狠 拒捕还企图冲撞远警 警方和令下车时 立即开车翼冲撞远警 本总队同仁立即开两枪 制服嫌犯 警方朝党风波离开了两枪 嫌犯才束手就擒 原来前一天在高雄港69号码头 不满同行的货柜车司机插队 双方互呛 他见对方人多势众 掏枪击中一名问奖的 左手臂之后开车逃逸 犯下枪击案 男子当晚躲到台中 行踪被远警掌握 狡猾的他又逃回高雄 但警方早就在他住处外头埋伏 一看见他的车立刻上前围捕 不满被插队开枪伤人 逃了一天终究逃不出警方 首掌心 记者叶洪荣高雄报道